尊敬的刊部 我是应该学习秘法 找机会再补上五家行 还是应该继续圆满家行 等到自己感觉菩提心强烈了以后 再来学习秘法 谢谢 感恩您 就是在跨越这个 两个阶段修行的时候 怎么选择 对 他如果是母亲 有一些机会 可以听秘法的话 那他虽然是五家行 四家行修得不是很好 但是就是先去听 因为以后有没有机会 也不好说 如果有一个好的机会的话 那就不要错过 先去听 那听完了以后 具体修的时候 那就是还是要把 那个五家行修好 修好了以后 再修 这个大圆满 或者是秘法的 这些真心的部分 这样子比较好 这样子比较好 就像我一样